千万集编网红 聂小宇不雅视频在全网疯传 疑似青春人士崩塌 不知道是被人故意恶搞 还是自己为果眼球出的鲜花招 随着舆论愈演愈烈 聂小宇也迅速出来表态 他声称视频是通过AI制作 严重侵犯了他的肖像权 他已经报警交给相关部门调查 希望能尽快还他一个清白 该视频的曝光 让聂小宇虽然遭受了很多人身攻击和无言会语 但也成功给他增加了一波热度假造谣真场作 一向是网红的惯用解答 所以粉丝们对聂小宇这次的不雅视频风波 也是半信半疑 毕竟同样的瓜在机车女生皮尤身上也吃到过 同位猴哥的CBA女友聂小宇和皮尤 似乎都自带绯闻属性 不过也有人说聂小宇是在模仿皮尤 聂小宇早期凭借一身性感旗袍装扮 以及酷似周海妹的长相 收获了不少宅男粉丝 于是没有任何才艺人 他便开始在网上大搜身材 每次出镜都是性感风 穿的不是紧神衣 就是旗袍把他凹凸有志 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也因此收获了百万粉丝 可以一成不变的视频风格 网友们也会有审美疲劳的一天 想要在网红圈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 就必须有新鲜的东西不断注入 他很聪明 搭上的已经是千万级别的网红猴哥 开启了蹭流荡模式 跟猴哥合作场CP后话题度 跟粉丝量参差网络上涨 当然这其中也有比欧的功劳 皮友是最先出现在猴哥身边的CP女友 身材火辣妥妥的美人披子 而猴哥则是身材肥胖的油腻大叔 他们的组合就像是美女和野兽 一出现就吸引了一大波吃瓜群众 随着两人的深入合作 他们的言行举止也都越来越亲密 由于刺皮又出现高原反应 猴哥心急如焚地将他抱回了车里 就在大家坐等他们观秀恋情的时候 聂小宇强势出现两人在评论区大秀恩爱 拍摄视频时也不忘把皮肉扯出来 来博关注你有对象吗 你和皮肤是什么关系 好朋友什么样的好朋友 普通朋友那我呢 我朋友我的有谁漂亮 我和朋友同时掉水里你们谁 我好像他无头哈哈哈哈去看看这个这个话 换来皮欧也就谩骂猴哥的视频 那段时间三人的关系成了萌萌圈最热门的话题 还上演了各种三角链的抖写剧情 三人的粉丝数也飞快地网上涨 尤其是聂小宇为网友疯狂指责是第三者 但骂得越狠戏分也就越快 赚的钱也就越多 接到了不少汽车广告 真的是盆满钵满 直到后来猴哥真是女友被曝光 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三人的话题度这才慢慢减少